你好 欢迎来到老杨读红楼 让我们一起细读红楼品味人生 本集主要讲 一 宝钗的生活是不是无忧无虑的 二 黛玉的酒令答案有什么问题 三 刘姥姥酒令的答案暗示了什么 在上一集里 鸳鸯作为令官正在行酒令 每次看到书里这些玩法 我都不禁感叹 现在所谓的酒文化 其实真是没文化 前些年 老杨也因为工作原因 跟各种人喝酒应酬 抱着茅台 喝了吐 吐了喝不止一次 还经常会在这种场合 听到有人高谈阔论所谓的酒文化 提到这个词的人 多半自认为挺有文化的 而且还很懂喝酒 所以在这种微醺的场合 就忍不住要展现一二了 按他们的说法 所谓的酒文化就是 中国人打交道 就一定要喝酒 一定喝好酒 一定要喝醉 否则就不能建立关系 没有感情 继而生意就没法谈 事情就没法办 从人类发展史来看 喝酒确实能促进感情建立 这是因为 第一 酒是粮食酿造的 在长久以来都吃不饱饭的年代 用酒招待你 那就体现了主人对你非常重视 这是建立感情的基础 第二 喝了酒可以麻痹神经 让大家放下戒备 降低因为不同层级 不同阵营的隔阂 以便更好的沟通 然而 现在的应酬 往往并不能达到上述的结果 因为这种酒局太多了 大家都麻痹了 除了让喜欢喝酒的人 有个喝酒的理由 让不喜欢喝酒的人 损害身体之外 几乎没有积极作用 所以 每次陪人喝酒 我就想起这一回的刘姥姥 羡慕她能够参加 大官员姊妹们的游戏 体会什么才是真正的酒文化 下面就让我们接着读 第四十回最后一部分 鸳鸯道 凑成铁锁炼孤舟 宝钗道 处处风波 处处愁 说完隐蔽 鸳鸯又道 左边一个天 黛玉道 梁晨美景奈何天 宝钗听了 回头看着她 黛玉只顾怕罚也不理论 鸳鸯道 中间景屏颜色翘 黛玉道 纱窗也没有红娘抱 鸳鸯道 胜了二六八点齐 黛玉道 双瞻玉座引朝仪 鸳鸯道 凑成篮子好采花 黛玉道 仙杖相挑 勺要花 说完 饮了一口 鸳鸯道 左边四五 成花九 银春道 桃花带雨浓 众人道 该罚 错了运 而且又不像 银春笑着 饮了一口 原是 凤姐和鸳鸯 都要听 刘姥姥的笑话 故意都另说错 都罚了 至王夫人鸳鸯带说了个 下便该刘姥姥 刘姥姥道 我们庄稼人闲了 也常会几个人弄这个 但不如说得这么好听 少不得我也试一试 众人都笑道 容易说的 你只管说 不相干 鸳鸯笑道 左边四四是个人 刘姥姥听了 想了半日 说道 是个庄稼人吧 众人哄堂笑了 贾姥笑道 说得好 就是这样说 刘姥姥也笑道 我们庄稼人 不过是县城的本色 终未别笑 鸳鸯道 中间三四绿配红 刘姥姥道 大火烧了 大火烧了 毛毛虫 众人笑道 这是有的 还说你的本色 鸳鸯道 右边腰四真好看 刘姥姥道 一个萝卜一头蒜 众人又笑了 鸳鸯笑道 凑成便是一枝花 刘姥姥两只手比着 说道 花儿落了 结个大窝卦 众人大笑起来 只听外面乱嚷 上一集的末尾 我们讲到 史湘云的第三章古牌 并提到本书中 两次出现的一句诗 《日边红杏引云灾》 既然作者这么喜欢这句诗 我们很有必要 把整首诗拿来看看 下地后上永虫高侍郎 藏高禅 天上必逃 何路重 日边红杏以云灾 芙蓉生在秋江上 不向东风怨未开 老杨的解释是 天上仙佳的碧桃树 是用雨露种出来的 太阳边的红杏 则是倚靠着云彩栽种 我这朵芙蓉花 无依无靠 生长在秋天的江边 但却丝毫不抱怨 春风没有为我而吹拂 你看到没 无论是这里用这句比喻 湘芸 还是后文中比喻探春 都是在强调他们不怨天尤人 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 所以我坚持认为 这里每个人说的话 都不是什么政治隐喻 只是小说人物的命运暗示 让我们再看看 湘芸给整个一副牌 说的那一句话 玉圆却被鸟咸出 这一句不是唐诗 而是典故 并且要结合这副牌的名称 樱桃九熟来看 玉花园里的樱桃熟了 却给鸟吃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来源于 唐代大诗人王维的一首宋圣诗 赤刺百官樱桃 这首诗 讲唐明皇发樱桃 给文武百官的事情 你看到没 不但是我们现在觉得樱桃贵 自古 车离子自由 就是很难的 大唐圣事 皇帝发点樱桃 都值得王维写首诗 在这首诗里 王维说 好樱桃都让皇帝送人了 鸟只能吃到点残渣 而湘芸呢 是反过来说的 成熟的樱桃都给鸟吃了 人反而没吃到 首先 这也是一种非常遗憾的情绪 对什么遗憾呢 喜欢政治的同学 又有一番解释 但老杨觉得 就是说 女儿最好的青春年华 都被荒废 愿望终究落空了 湘芸说完 喝了酒底 就轮到宝钗了 他的第一张牌是 长三 也就是六个点 上下两个竖放 中间两个横放的这张牌 宝钗回答道 双双燕子 雨凉间 这一句 一般认为 是从宋代刘继孙 提 饶州酒物听评诗 尼南燕子 雨凉间 抵士来经 孟里贤改成的 古往今来 文章中写 成对燕子 都是指夫妻的 这也是老杨之前 讲林黛玉 跟燕子关系的时候 总是会想到 宝玉的原因 宝钗第二张牌 还是长三 跟对待薛姨妈一样 鸳鸯把长三倒过来 说她的别名是三长 而宝钗的回答是 水性千锋 翠代长 这一句 来自唐代师胜杜甫的 曲江对语 它是一首 回忆当年繁华盛况的事 而宝钗说的这一句 就是在用水中的杏菜 来比喻当年 跳舞的美女 看到这个杏 你想到什么没 就在这一回里 我们刚刚讲过 信业主和诗经的典故 参差信菜 妩媚思福 所以这一句 也有潜在 回忆过去 跟有情人在一起的意思 第三张牌 是三六 也就是杂九 鸳鸯道 当中三六 九点在 宝钗对的是 三山半落 青天外 这是对应牌面 上有三点 下有六点 而六点呢 正是天牌的一半 这一句 是属于李白的诗 《登精灵凤凰台》 这首诗 在前面大官员 提对联的时候 清客们也提过 说它是套用了 唐代诗人 崔浩的 黄鹤楼 让我们读读全文 体会一下 是什么感情 老杨的翻译是 曾经有凤凰 来到这凤凰台游玩 但是现在早已飞走 只剩下这座空台 和奔流不息的江水 曾经的吴王宫殿 和其中的奇花异草 如今都只剩下荒凉的小路 近代的贵族高官 也变成了一个个坟墓 我站在台上眺望 远处三座大山 依然在天边耸立 而白鹿洲 也依然把秦淮河 分成两边 思来想去 终究还是因为 云彩遮住了阳光 让我看不见 身处长安的君王 这才感到情绪低落 李白的这首诗 属于怀骨诗 重点写的是 凤去台空 前面三句 都是在写井 而最后一句 是点题 因为凤凰不在了 所以凤凰台也就空了 因为现在见不到君王 所以就只剩下浓浓的酬绪 李白写这首诗 当然是在体现 他的政治诗意 但是因为凤这个字 其实是指雄性的 因为凤走了 所以天地间的一切 都变成了了无生趣 只剩下酬绪 因此 我们从情的角度 也是可以解读的 你倾向于哪一种呢 欢迎分享 整个一副牌的名字 叫做铁锁炼孤舟 宝钗说 处处风波 处处愁 这一句的来源 是他哥哥薛盘 最喜欢的那个画家 庚黄 也就是唐银 唐伯虎 他的《提画24首》中的一首 老杨的解释是 在长满芦苇的 框凉水边 风雨中 穿着缩衣的人 独自驾船回家 不要抱怨 这里不风平浪静 其实 天地之间 到处都不平静 到处都有忧愁 你评评 这是什么味道 那些认为 宝姐姐心很大 从来都没有愁的 小伙伴 赶快看看 到处都是愁啊 怎么会没有愁呢 宝钗只是一直 用积极的心态 面对这些愁 解决这些愁而已 无论是之前的海棠诗 还是这里的几句酒令 宝钗画里 都有这个愁字 与之相反 黛玉整天 貌似都在发愁 而前面四十回 却只有在 藏花营里 用过这个字一次 宝钗说完 轮到黛玉 这就到了 大家最熟悉的部分了 第一张牌 是上下都是六点的天牌 黛玉说了 良辰美景 奈何天 宝钗听到 就回头看了黛玉一眼 可是黛玉这个时候 只想着答题 没有反应过来 鸳鸯又说了第二张牌 中间景屏 颜色翘 这里的景屏 是指下六上四的这张牌 而黛玉的回答是 纱窗也没有红娘抱 上面这两句 一个来自 牡丹亭 金梦中的杜丽娘 一个来自 西乡记中的张生 良辰美景奈何天 是说小姐杜丽娘 不安分 在春天 胡思乱想 所以宝钗听到 就看了黛玉一眼 他觉得 镇景女孩 不应该有这种想法 更不该引用这样的话 而 沙窗也没有红娘抱 则来源于 张生唱的 猴门不许老僧敲 沙窗外定有红娘抱 亥相思的缠眼脑 见他时 须看个十分薄 说的是 张生在寺庙里 等着机会 偷看崔茵茵的场景 黛玉说的这句 跟我们看到的 西乡记版本不同 一个是没有 一个是定有 很多人解释说 这是因为 在宝黛爱情当中 缺的就是一个 类似红娘这样的角色 子涓比不上红娘 习人更是 站在红娘的反面 这么看 确实有点道理 然而 事实上 这个差异 只是一个版本问题 金圣探批注的版本 就跟黛玉说的是一致的 本书作者 应该看的就是这个版本 说不定 这也是我们今天 能看到 支批版的重要原因 第三张牌 是下二上六的杂八 鸳鸯说的是 胜了二六八点七 黛玉对的是 双瞻玉座引朝仪 这一句来自杜甫的 紫辰殿退朝口号 原句是 户外昭戎紫绣锤 双瞻玉座引朝仪 是想杜甫穿过两排 穿戴华美的宫女 见到了宝座上的皇帝 跟前面宝钗引用 李白的凤凰台诗一样 杜甫也是一直希望 通过当官 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 然而 却总是不得知 这首诗 是他当左石仪 这个最贴近皇帝职位的时候写的 书里把这个玉座改成了玉座 这就难免让人引发联想 穿过一堆宫女 走到了玉这个座位的前面 这岂不是戴玉穿过 怡红院的一堆女孩 见到了宝玉吗 戴玉整个一副牌的名称是 篮子 鸳鸯说 凑成篮子好采花 戴玉对的是 仙杖相挑 少要花 你看到没 鸳鸯这个令官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大家都要根据他上一句话 最后一个字来考虑怎么押韵 戴玉对的这一句话 并没有准确的源头 古代男女有互赠少要定情的说法 而挑着少要的样子 像不像戴玉葬花的样子呢 下面一个轮到迎春 你会好奇 这个二木头怎么对吗 鸳鸯说 左边的牌是四加五的花酒 迎春说 桃花带雨浓 大家说 这一句话说的不像 也不押韵 直接罚酒 为什么 把五比作桃花 把四比作雨 就不像呢 老杨觉得还是这个戴字有问题 一上一下是不能说作戴的 这是迎春笨吗 书中专门做了解释 说这是凤姐和鸳鸯故意安排的 他们想听刘姥姥说错 让迎春陪着错 免得单独惩罚刘姥姥一个人 不好意思 按顺序 下面应该是探春西春了 可是呢 跳过了他们 直接轮到王夫人 而且鸳鸯替代王夫人说 直接过关了 为什么要这样呢 首先是因为王夫人嘴笨 很可能答不出来 更重要的是 作者写作要有重点有变化 探春西春和王夫人 甚至连宝玉都没说 就是因为作者觉得 对情节推动没有用 本回的压轴戏终于来了 刘姥姥说 庄稼人闲乐的时候也会玩酒令 只是没有贾府这种好听 自己怎么样也要试试看 大家鼓励刘姥姥大胆说 鸳鸯就开始说 第一张牌 这是一张上下都是四点的人牌 刘姥姥说 是个庄稼人吧 大家都笑了 贾母肯定这个说得好 刘姥姥说 这就是自己的本色 第二张牌 是四点加三点的杂七 鸳鸯说 这是中间三四绿配红 刘姥姥回答 大火烧了毛毛虫 这是因为四点是红色的 三点是白色的一排 你看看 是不是很像呢 第三张牌 是一点和四点 刘姥姥说 这是一个萝卜 一头蒜 整个一幅牌叫做一枝花 刘姥姥一边用手比划 一边说 花儿落了 结成个大窝馆 大家都忍不住大笑 可是突然听到 外面有人吵闹 本回到此结束 刘姥姥的酒令 看上去通俗易懂 没什么典故 但是也很有意思 让我们一句一句看看 第一句说 是个庄稼人 刘姥姥自己解释了 这就是自己的本色 第二句含义比较复杂 什么是大火烧了毛毛虫呢 有人说 这是指贾府出事以后 也波及了刘姥姥 但是老杨并不这么看 因为书里已经明确说过 这个毛毛虫是指什么了 那就是第二回棱子新说 末世的贾府 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将 大火烧的就是贾府 而不是刘姥姥 一个萝卜一头蒜 是什么意思呢 前面两张牌 一边是刘姥姥 另一边是贾府 所以老杨觉得 萝卜是土里有根的 是在指刘姥姥 而贾府的人 则是聚在一起 挂在枝头的蒜 它们根本就不是一个品种 整个一副牌 对应着花儿落了 结成个大窝瓜 窝瓜就是南瓜 南瓜花落了 结成果实 这是说 未来贾府跟刘姥姥家 能结出果实 哈哈 上述的解读 纯属个人猜测 仅供参考 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想法 刘姥姥的大官员之行 才走了一半 后面还有热闹戏呢 记得跟老杨一起读书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